各位朋友大家好,總結一下黃老師股息增長六十萬組合 這個星期的表現比較理想,原本就是資源股 但後來第一太平和中移動就上來了 匯豐出了業績,比預期差,我自己覺得也不想像那麼差 不過可能預期看得太樂觀了 所以暫時到23日的表現升了3.82 恆生指數這個星期的表現是做得更好 所以恆生指數的回報由年頭到現在都是-0.37 也有比較大的改善 我們看看這個星期的表現 這個星期表現得最好就是中梅行元升了4.72 太平升了4.19 然後就是中二檔升了1.95 以及中信國際電訊升了1.42 當然我們之前估計了這個中海油 它就升得很厲害 整體能源股的玩法仍然是做得很強的 匯豐出了業績,這個星期就跌了4.36 所以弘里上次出了業績的頂部 或者短期的頂部 就有一些整股的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如果一隻股票可能在業績之前 特別是美股 通常都會減遲了 我們下次都可以再想 但是因為匯豐又不是升了很多 所以都沒有所謂 但是如果一些股票在業績前 已經升了一大部分 那很多時候都會有機會見光死 要不就是業績其實都符合預期 沒有什麼驚喜 要不就散水 要不就差過預期 就立即有機會大跌 如果是好過預期很多 那才會像NVIDIA那些 可以繼續升上去 那我們今天都看一看匯豐的業績 我們又很難很深入去探討 還有一些大行對於匯豐的評級 雖然我有時自己都不是經常很認同大行的判斷 大行經常說行之幾點都通常做不到 但是我們可以看看別人的雀眼點在哪裏 那對於我們更加理解匯豐的業績 都是有幫助的 那這個匯豐的業績公告 那這個他的行政總裁就說 他是2023年是一個創紀錄的營利表現 那也是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最高額的全年股息 就是回饋股東 那我們看看稅前盈利就升了133億 就去到330億美金 那當中就包括有出售法國零售銀行的 即是盈利25億 那另外收購直公銀行 因為用了很少錢就拿了他的資產 那就有個16億美金 那另外呢 但是由於這個聯營的 即是他持有交通銀行 他都算是一個比較大的股東 那在這段時間去年一年他就跌了 那所以呢 就減值了是30億美金 那這裏就等回雲 所以就抵消了部分的增幅 那就 隨稅前盈利就增加了138億 去到303億 那隨稅後的利用則增加了83億去到246億 而收入呢 就增加了154億 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盈利增長 就是那個turnover 那就增幅就是30億 但是盈利的基數就比較厲害 他應該是升了70% 但是市場預期可能會升80% 所以就比市場盈利差了 那由於這個利率的上升 令到那個靜利息收益 是增加了這個54億美金 非利息收益增加100億 那主要就是市場旺了 或者那些人炒股票 炒外匯啊 那些情況多了 做這個交易 或者他本身 匯豐都有炒房 那可能他炒美股 炒外國股票 英國股票 都會有升的 那他靜利息收益率的 息差呢 就是有1.66% 就上升了24個基點 那就是 應該之前可能都是1.3幾 2幾 那預期信貸損失 或者其他信貸 減值撥備呢 就是30億美金 就比之前減少了的 那那個撥備呢 其中一個呢 就是跟中國內地的商業物業 風險有關的 那主要是來自這個風險的 那但是其他都沒有 那是商用就少些是關於住宅的 所以他可能持有相關一些物業的 或者是借給一些人發展的 住宅物業 那個就比較少一些 這個就反映於商用物業 那所以呢 他都是比較上 商業那個 那個泡沫 沒有那麼厲害 在內地 反而住宅呢 起樓就起得太厲害 那些通常 就是那個大的地產商 都主要以住宅為主 商業呢 就是作副的 因為他很少就起一個寫節 來買給人的 所以 那些就反而他都有租收得回來 或者就是說 商業那個物業佔內地的地產商 那個營利都 相對就沒有住宅 是這麼厲害 因為住宅的貨與輪主 快很多嘛 那呢 營業支出就減少了 就是說 匯豐那個 控制那個成本 都做得不錯 當然他有炒人 另外呢 很多都是現在 透過一些 就是科技啊 AI啊 或者是Apps 去取代了很多人手的 那呢 另外呢 客戶貸款傑欠 增加150億美金 那 那 但如果按固定匯率計算 就是 以一個 叫做 可能美元 去計算 就是 減少了 30億美金 而已 那 另外呢 就是 客戶賬項增加了 這個 是410億美金 按固定匯率 就增加了 130億美金 那 主要來自 財富管理 和個人銀行的增長 反映於 亞洲的增長 那 但是 上述都被 英國那裏 是有些 抵消了 那 所以呢 都是亞洲那方面 仍然 佔匯豐的比重 是 比較強的 那 所以 上一集都提過 匯豐有賣加拿大 又賣 法國 那些出去 那接下來 就有機會賣賣俄羅斯 那 是集中 在這個 亞洲地區發展的 好 那 那 他通過 派發第四次的 股息每股 就是0.31 那 全年就合共 就派 0.61 那 那 接下來 就會 在這個 第一季業績之前 再做多20億 的回購 那 所以 我們看到 他 整體的表現 都是 不錯的 但是 可能受到 某一些 特別是交通銀行 那方面的 抵消 那 接下來 匯豐 關於 利息業務 那方面 我們看看 美國 應該減息的速度 不會太快 那 所以 就算 減息也是慢慢減 所以 對於 利息收入 影響 相對 應該沒有預期 那麼厲害 但是 如果減息 可能對於 樓市 對於 股市交流 對於 匯豐 在資本市場 或者財富管理的收入力 都有所幫助 那 我們看看 整體 大家對於 匯豐的業績 都是 沒有預期 那麼理想 但是 就 那個 77% 都說 是 信譽期 例如 摩根士丹尼 大行 怎麼看呢 摩根士丹尼 都是主要 因為特殊 的項目 就是 交銀 但是 匯豐去年 第四季移民 在扣除 阿根廷的因素 影響之下 都是 信譽期 5% 有些特殊的 因素 我們看看 第四季 我們看看 有個 阿根廷的 惡性通脹 匯計的影響 所以 令到 收入 都是 有所下降 還有 有些 是 法國零售銀行 出售 減值了20億美金 所以 都是 有 帳面上的影響 但是 對於實際的現金流 就不是太大影響 所以 就是 那個 例如 摩根士丹尼 目標價 它 都是 79.2 現在 匯豐是 59.2 所以 空間 都大 還有 吸納 香港 吸納 的 定期存款 都上升了 3.8% 去到 34% 香港 佔的 存款 有34% 所以 香港的地位 都很重要 所以 我剛才說 非利息收入 就會 強勁 抵消 成本上進 以及息差 壓力 稅銀指出 匯豐去年 第四季 正利息 扣除 阿根廷和現金流 對沖 重新 分類 與與其相約 但是 亞洲地區的正息差 開始下跌了 因為 大家都看到 銀行 的 利息 定期 都開始慢慢減 但是 始終都要減回美國 預期美國減 但是 如果到時 美國未必一定減得這麼急 可能這方面會有所改善 但是 大家都看到 股市的暢往 美股 歐洲 日本 台灣 韓國 都 升幅 加上 最近 香港 也有所改善 中港股血 也有所改善 希望 非利息收入 可以抵消利息收入的減少 瑞銀 比匯豐中性評級 低 61.3 中金 中資 股價反應負面 主要來自四個方向 第四季 淨利息收入 不及市場預期 剛才提到的 其實都有些特殊因素 第二 去年第四季 營業的費用 不及市場預期 有機會成本會比較高 第三 對交通銀行減值的擔憂 第四 就是 對匯控 並未對2025 及更長 表現提供指引 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都很難 因為世界的變化太大 但是 公司的資本狀況良好 高股東回報 繼續回購 預測該行的 ROTE 即資產回報率 仍然可以維持在12% 派息和股權的回購 有可持續性 所以維持會控 跑贏行業的 評級是70% 目標是76.5% 有27% 上升空間 所以 整體來說 仍然是不錯 我們看到 七間的券商 最差是 垂銀 61.3% 最高 83.9% 我們看到 其實平均 都七十幾元 所以大行對匯豐的看法 仍然是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 匯豐當然 短期就沒有太好的表現 不會有太大的 但是持有 我們繼續收息 每季收息都不錯 所以我們會再看 接下來的情況 而 如果 個別持股 是去到 目標價 我們都會減持 一半 我們剛才在Excel 都列了 目標價 我自己 我想盡量 都是 大家可以設定 價錢 在那裡 去買 因為我們很難 在市場中間 給大家資訊 亦都不好 看著大家的工作 大家可以一方面 去設定 跟Excel 設定目標價 我覺得都可以 減持一半 只剩下那裡 繼續收息 或者再看看 之後的狀況 是怎樣 當然 如果有突發的情況 都建議大家 鼓出 通常我會時候 再出一段影片 多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subscribe share like 和comment 多謝各位